接着有网友曝光了一张李小璐给1989年挂历拍的照片 那时才8岁的李小璐眼睛炯炯有神 而且和女儿甜心真是十分相像 这回终于知道甜心到底随谁了 网友纷纷表示 小甜心像极了妈妈 从小美到大还有谁 接着新爷妈发微博说到 现在越来越馋的甜小姐问我要饼干 我怕她吃太多给她搬了一半 她看了我一眼说 妈妈这还不够我塞牙缝的 甜小姐要回北京了 新爷妈撒娇的问她 宝贝妈妈想你舍不得你怎么办呀 甜小姐看了妈妈一眼说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亮爸说带甜心出去玩 经常时不时冒出一句爸爸真傻 当看到陪她玩的满头大汗的时候 突然说爸爸你真好 新爷新爷真的是越来越贴心了 在新爷的世界里 下雨是老天爷尿尿 那这段时间的暴雨 新爷妈说甜小姐想踩一只蚂蚁 阿姨对她说甜心蚂蚁有生命 你不可以随便结束谁的生命 第二天早上阿姨打死了一只 吸甜心血的蚊子 甜心严厉的说 阿姨蚊子有生命 你不可以随便结束她的生命 阿姨说蚊子吸了你的血 甜心 你可以把蜘蛛请进来 结网啊 抓蚊子啊 阿姨 新爷 你这学的可是够快的 够深刻的 真为难阿姨了 我就是这么才貌双全的女子 帖哥 帖哥 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